笑笑,风鸣是不是又去赛车了? 我联系不上他,我好担心。 星星,你放心,我去帮你抓他。 星星,我想死你了。 星星,我想死你了。 你这儿真是太远了,我来看你一套真是太不容易了。 哦,对了,我给你唱首歌吧。 你看,我还带了你最喜欢的吉他。 这,弦怎么断了一根? 星星,肯定是安检的时候被碰坏了。 星星你别急啊,等我。 去哪个人? 1 3 3 4 3 3 1 月期便还有保安? 恐惧的 심情 sehr. 你好,老板。 请问有, whoever fear the perfect machine to Helm description? 不好意思啊。 最后一套琴弦, 刚被这位先生买了。 Scaps den you! 你 我 老板 真的最后一套了吗 真的 不好意思啊 不用找了 这位兄弟 咱商量一下呗 能不能 把这套琴弦让给我 这套琴弦对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我已经跑了好几家店了 我都没找到它 能不能把这套琴弦 我去 哎 这样吧 我给你二百 二百让给我 行不行 二百 手放开 不是 四百 四百总行了吧 六百 六百很多了 真不能再多了 求求你了 帅哥 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 好吗 不是 哎 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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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多 咱商量商量 我是从中国重庆来看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的 这套琴弦对他来说真的很有意义 这样吧 我不需要一整套 一根就行 放开 不是 你考虽考虑考虑嘛 六百块 六百块已经很多了 啊 欣欣 你不要生气啊 我知道 这不是你平时用的那个琴弦 但是你知道吗 我碰到了一个新加坡木瓜脸 他连根琴弦都不肯让给我 他凶我 简直就是个变态 星星 我要走了 这把吉他 就留给你吧 这天堂 你要写出更多更好听的歌哦 念在来看你 加油 走了 这把吉他 你至于从墓地偷一把吉他吗 你至于从墓地偷一把吉他吗 你吓死我了 我说了多少次 是借不是偷 这把吉他 跟我梦到的那一把 一模一样 我需要他 来寻找答案 你找什么 你又不会弹吉他 开玩笑吧你 你不明白的 你不明白的 随您 来 干杯 派对已经准备好了 兄弟 今天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来吧 什么惊喜 走 去了就知道了 走了 那 那我的吉他呢 让他们拿 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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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 米斯特派的 Dream World 无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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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有意思吗 你有意思吗 兄弟 自打你手术之后 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这么重要的日子 总得庆祝庆祝吧 啊 我不喜欢这些 那你喜欢回家跟你妈 你姐呆着吗 好不容易逃出他们的监视 还不放松一下 啊 啊 来来 走了走 站这儿 陆 你准备了吗 音乐 那边 平啊 嗯 啊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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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来来 快来蹭舞 小姐姐 来了 老师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你迟到了 发酒 我 你认错人了吧 我是 我是住巴黎三的 我住旁边巴黎三的 你们这儿声音太大了 影响到我休息了我 能不能把声音管小一点 什么 你想喝一点 算了 怎么样 兄弟 你的重生中年派对 你刷一把 谢了 兄弟 小事 对了 我刚刚认识了一个姑娘 她说话 特 是 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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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多了 别说了 别说了 霸凌二 木瓜脸 木瓜脸 就是你 出巴黎二的 是的 一帮人闹腾一晚上 别的客人还睡不睡觉 对不起啊 一大堆人弄得那么凶 吵都吵死了 竟然还理直气壮 看起来也不像什么红人 先生女士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 退房 是一起劫还是分开劫 分开劫 我又不认识你 凭什么一起劫 就当做是昨晚的赔罪吧 你不提还好点 昨天晚上的事 是用钱就能解决的吗 我很抱歉 现在抱歉有什么用 昨天晚上折腾了 我一晚上没睡着 你们折磨的不只是我的身体 还有我的灵魂 笑什么 不是 我 我跟他 不是 你们误会了 不是你们想那样的 说 还是我姐吧 不要 干嘛一起 要不 就一起劫吧 必须一起劫了 吴光脸 一个大男人 是不是经常出门不带钱 第一次 你打算怎么还我钱 跟我回家 取给你 跟你回家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对我怎么样 手机 回家取了钱 立马转账给我 不然 小心我报警 转账之前不准把我扇了 不然我要你好看 很凶的 我说兄弟 你这位漂亮的国际友人 应该是被你得罪了 你这位漂亮的国际友人 是在买的房子吗 送我去个地方 送我去个地方 你为什么不去新加坡 我机票都给你买好了 不想去 不是你 算了 程叔让我借你去火锅店 说一块吃个饭 不去 不是 一块吃个饭又怎么了 你爸和我爸都等着咱俩呢 我说了 我不去 好 你不去是吧 你可别后悔 那 我从新加坡 带回来的星星的硬盘 可就 给我 我考虑考虑吧 我去 余笑笑 怎么着 好 喂 嘉欣啊 你说她飞去重庆 是干什么去了 她是不是去找戴盈夕啊 要是真的去找她 那我相对还放心一点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相信盈夕 肯定能照顾好家恒的 我一想到她的身体我就 嘉欣 你那边的工作忙完之后 先不要回国了 你直接飞去重庆 把她给带回来 等她的身体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撮合她和戴盈夕 好的妈妈 您放心 我已经订好去重庆的机票 我会安全地把家恒 带回来的 好 看完了没有 骆大少爷 我这个合同条件 真的是最好的了 怎么样 和我合伙一起创业 天气来是不是超酷 其实你根本都不需要我 也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我这次来是有其他的理由 请进 带走 这是瑞克设计公司的团队资料 您看一下 还有 供应商的面料送过来了 陆总监特别不满意 想请您去看一看 家恒 我 没事 你去忙吧 行 那你等我 嗯 给我硬盘 嗯 硬盘 什么硬盘 你给不给我 嗯 我吃饱了 哎 风鸣 哎 风鸣 哎 风鸣你干嘛去 哲叔别生气 我去追他回来 这小子怎么还玩不起了 朱子 朱子 你又完没完 放开 陈锋鸣 你至于跟我这样吗 我不至于吗 你至于跟我这样吗 给你硬盘 但是硬盘已经坏了 我在新加坡也没能给他修好 没关系 我会修好他的 陈锋鸣 自从星星去世以后 你成天喝酒买醉 你这是在逃避现实你知道吗 你每天这副样子 程叔一个人有多累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去店里帮过他吗 你成天这么丧 你对得起死去的星星吗 星星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关你什么事 你就对得起星星是吗 程丰鸣 什么叫我对不起星星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不配 什么叫我不配 什么你搜手 手链呢 哪儿去了 这不是你对星星的记忆吗 这不是你的一切吗 结果呢 你把星星的手链都能摘了 有没有 我不说 你别以为我看不见 冯冟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不见的 你别装我 你现在 glaub dollar 去哪儿了 嫁给我 好吗 好 嫁给我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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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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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您好 能麻烦您帮我们拍张合影吗 走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那人好帅啊 谢谢 您是在哭吗 你一定在怪我对不对 都使我太笨了 狩猎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柱仔 这是我给星星编的绝版编织狩链 怎么样 嫉妒吧 我做的 我给星星编的机会 是你 是我 怎么是你啊 什么 你说那木瓜脸 他来重庆了 对啊 那个木瓜脸 他叫洛家衡 长什么样啊 给我瞧瞧 怎么那么八卦啊 我又没他照片 朋友圈有啊 你快给我看看呗 服了你了 长得挺帅的呀 于晓晓 你这眼光可以啊 跟我眼光有什么关系啊 我掐指这么一算 你俩这缘分啊 绝对不浅 他神经兮兮的 正好呢 你脑子也不好 要不凑一对试试 你脑子才不好呢 说什么鬼话 再说 万一这木瓜脸 有女朋友呢 谢谢你啊 木瓜 家衡 路上注意安全 拜拜 拜拜 上车吧 不是吧 你果然是爱情的杀手 缘分的克星 那你打算怎么感谢人家 不是还帮你找回手链了吗 请他吃火锅呗 正好 照顾成熟生意 好 阿婆 您知道这个地方吗 你说什么 这个地方 我要找他 做什么呀 没事 谢谢您阿婆 帅哥 别客气 我 没想到你 我 真的 你 你 你好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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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修我水管半天才来 我投诉你们了 你谁呀 您好 先生 这宅子挺特别的 您住这儿吗 你是租房子的是吧 那你可算是吧 不算找对人了 我不住这儿 我是这儿的房东啊 今天正好没什么事 过来转转 来来来 屋里抢 好热 我这房子呀 冬暖夏凉 蚊虫不侵 小兄弟 来 我带你到里屋转转 来来来 走 来来来 最棒的就是这件了 您看这格局 我收拾一下 怎么样 最棒的就是这面窗户了 这窗户吧 虽然不像落地窗那么宽敞 但是呢 这窗外的景观呀 是真的好 景观代表着什么 景观代表着品质 什么人最追求品质啊 像您这样的文化人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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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还有人住吗 我就住这儿 开个假吧 那行 我帮你散散 戴总 进 玉琪 好久不见啊 嘉欣姐 好久不见啊 又变美了 还是这么会说话啊 坐 好 姐 你怎么突然来重庆了 你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劣震欢迎啊 让我的迷惑 蓬毙升回 几年不见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来重庆呢 是有些事情要处理 这不正好来看看你吗 欢迎 小曼 你带瑞塔转一转 好的带走 怎么了 是鼎升那边出问题了吗 是啊 现在集团的运营情况很不好 而且现在协议也快要到时间了 很多事情要处理 姐 别自己扛望 你需要帮助 随时找我 集团的事情难道没有 不过 其他事情你可以帮我 说 我这就记下来 没有我带应夕办不成的事 帮我找到嘉恒 找 嘉恒 嘉恒 嘉恒来重庆了 你上次给我发信息的时候吧 我就给嘉恒发信息了 然后 嘉恒也没有回复我 嘉恒来重庆 没有第一时间找你吗 没有啊 点吧 你不用菜单啊 我都背下来了 那你要菜单干吗 我 你能吃辣吗 能 我不能啊 什么情况 微辣麻辣变态了 变态了 真的假的 木瓜脸这可是你说的 那我可得好好进进地主之谊了 拿其他菜就要 毛肚 鸭肠 猪脑花 废变皇后小菌肝 豆皮 宽粉 耗子杆 萝卜木耳 土豆片 我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谁说新加坡不能有重庆火锅呢 我去拿碗筷 好了 毛肚要七上八下才行 而且毛肚的灵魂 必须是要占干点 这东西是这么吃的 对啊 而且辣椒必须要比毛肚多才行 绝对正宗 一口下去 好八少 骆先生 你还行吗 怎么样 味道还不错 虽然有点辣 但是回味很香 跟毛肚脆脆的口感 非常融合 骆先生这么专业 不会是厨师吧 当然不是了 我在法国念的专业是MFA 就是艺术硕士 跟服装设计也算是一个大类吧 你怎么知道我是做服装设计的 看得出来啊 一般做服装设计的比较时髦 看得出来吗 非常的与众不同 那你是来重庆工作的吗 我觉得中国发展得很快 而且重庆也是个很时尚的城市 那你在重庆哪家公司上班 我刚来还没找到 没关系 不着急 你这么好的履历肯定不愁找工作的 不像我 还有三天就要交稿了 脑子里一点灵感都没有 等下吃饱饭你有吃干嘛 我在上学的时候也经常会思路匮乏 但是我知道一个地方 可以提供灵感 真的吗 能带我去吗 我太需要了 来来来来 再吃片毛肚 够了够了 八 七 我找到了 就是这本 所以 你怎么知道今天会下雨的 是吗 我习惯了每天看天气预报 习惯了看新闻 也习惯了提前做计划 果然学霸和学渣是两类人 不用送了 我很快就到了 谢谢你啊今天帮我找灵感 你很有灵性 而且学习很快 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出很好的设计的 那要是这样的话 你以后的火锅我全包了 你以后还需要找灵感的话 可以来找我 好 那我先闪了 拜拜 来 伞你拿走吧 不用了 我很快就到了 你还有个月 别感冒了 真的不用了 看来 菜量都不需要了 佳心姐 我们现在过去找少爷吧 不用了 我们回去吧 您这是 很久都没有看见佳恒那么开心了 什么呀 今天有一个外国人 一眼就看中我们家老宅了 你给我把老宅租出去了 我看眼睛叫什么 骆佳恒 你听这名字啊 一听就是一贵族 什么 惊不惊喜啊 你哥我可是全套整族出去的哟 我去怎么会是他 谁啊 骆佳恒啊 对啊骆佳恒新加坡人 有钱啊 我是说怎么会是骆佳恒 你认识啊 这 刚认识的 那你不早说 我这非半天功夫 不是 你刚好没告诉他 成风铭也住老宅里啊 他也没问呢 对比做教练 你还是更适合当个车手 今天你又被投诉服务态度了 厂 厂上那个 那你车手谁啊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 他都来了很久了 驾驶风格跟你很像 你要是再不出山 萨卫的传说 就要被超越了 这一圈跟上一圈差不多 一分四十七秒 现在第几 第二 一分二十五秒 你认识这萨卫吗 以前比赛的时候见过 不过后来听说 他退出不在车楼 真可惜啊 好想认识一下这个人 有机会还能赛一场 他已经是个传说了 行 那我走了 下次争取超过的 行行 是你吗 难道你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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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 你是 你什么你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房间里 我 欧家宏 你 你 你们 你们俩干吗呢 我们 把房间租出去我不介意 可是为什么偏偏是星星那间 风鸣 我和你都很了解星星的性格 他是不会介意的 可是我介意 于晓晓 你跟你哥一样 眼里只认浅 唯利仕途 你 好 我唯利仕途 我从小到大都唯利仕途行了吧 好 好 常风鸣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就没想过星星会很失望吗 晓晓 干吗 我刚刚在楼上 是不是有哪里不妥啊 没有 他就是个丧气的苦瓜脸 你别理他 昨天租你房子那人是我哥 他没告诉你这房子还有其他人住 是我哥不对 我替他给你道歉 你要是不想租也没事 这是他多收你的押金 你数数 我怕你不收取了现金给你 没事 这房子 我真的还挺喜欢的 而且周围环境也很好 好吧 那人恕我发小 叫程风鸣 他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人真的很好 昨天我们去吃的那家火锅店的老板 就是他爸爸 你是说那个 程叔叔 另外我跟你说 要是那个苦瓜脸敢欺负你 就跟我说 我替你收拾他 放心 不会的 那这钱你先收好 一码归一码 我先去上班了 干杯 这次竞标 我们最主要的竞争者 瑞克集团 瑞克集团 是一家综合实力 非常强劲的设计公司 希望我们不要掉以轻心 拿出自己最强的实力来 为我们打赢这场战 不好意思 这位是我们公司 新上任的CEO 骆嘉宏 骆总 大家欢迎 你说这小子 跟咱们带点什么关系啊 不知道啊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啊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有没有信心 有 出发 走啊笑笑 马上马上马上 你磨蹭什么呢 这人都走没了 我原稿不见了 什么 不是 你放哪里了 我就放在文件夹里了 怎么会不见了呢 你再仔细找找 你有没有备份啊 有 我拍了照片呢 这样 我去打印一份 你先跟他们走 我打印完我自己去会场 行 那你快点啊 好 袁总 戴总 请你们先看一下 这两幅设计图 这 这是我的院传作品 它是抄袭 你胡说 我见过他 他之前来过 我们公司的服装间 他一定就是那个时候 偷了我的创意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袁总 根据组委会规定 净稿中出现一样的作品 双方都将取消比赛资格 我们邮箱中 收到的两张设计稿 确实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 于笑笑提供的 并非原图原稿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 我的原稿 本来一直存在 工作室的电脑里 但是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怎么了 我呢 丢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能丢了 袁总 黛总 你们都说自己的公司 设计被抄袭 但是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只能遵守 组委会的规矩 取消你们双方的资格 评委老师们 我觉得这样做有失公平 首先 我们参赛的要求 是提供原图原稿 而我们公司的王泽 提供的正式原稿 提供的正式原稿 相比较瑞克公司的 余笑笑 我想我不用多说了吧 一般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是双方都要取消比赛资格 但现在 确实 瑞克公司的设计师 拿复印件来参赛 并且无法提交原件 这本身就不具备入选资格 所以我们决定 如果瑞克公司 不能在半小时内 找到原件 我们将取消瑞克公司 余笑笑设计师的比赛资格 恢复王泽设计师的比赛资格 余笑笑 你半个小时拿不出证据 就给我滚蛋 来 经组委会讨论一致决定 取消瑞克集团设计师 余笑笑的比赛资格 恢复包瑞设计师 王泽的比赛资格 等一下 各位评委老师们 处置人 请大家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虽然我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但请最后给我一次机会 各位评委老师们 我们作为创作者 我们的每一份作品 都是有生命的 需要我们投入百分之百的时间 精力 而创作是需要灵感的 这份灵感 或来源于生活 或来源于 曾经我们每一天 努力获取而来的知识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来自波瑞的设计师王泽 你的这份设计感 它的设计灵感是什么 那个 我的设计灵感 是来自于我 开始想 想的是 既然你说不出来 那就由我来告诉大家 我的设计稿 它的灵感来源于 世界神话传说中 狐狸嫁女的故事 其表现形式为晴天下雨 衣服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上半结构为球状盘扣 象征着太阳 下半结构为条状流苏 象征着雨点 寓意着神明的馈赠 和大自然的奥秘 王泽设计师 下面 请组委会一致同意 恢复于校校比赛资格 太好了 感谢老天爷 我这运气真实 你这不是运气 是你有才华 说实话 你这次的设计 真的很不错 莫光临 谢谢你啊 我这次的灵感 还多亏了你 你就是我的 最强辅助 你就像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指引我走向人生巅峰 不过这一次 我们去图书馆 可以找到能够帮上你的书 真的很开心 啥也不说了 干一个 来 干 干 干 你呢 还在那边 你在哪里 我都陪我 感觉 什么 你还是在哪里 吃点 就不说 你的 我做了 还有老大 巨大 人生 你 包交包会 身材好的话 还免费啊 怎么 动心了吗 放心 哥哥肯定会手把手教你的 他妈 你们一帮人欺负一个女人 算什么男人 你谁啊你 你管我是谁 你想怎么着 我想怎么着 我就是想揍 你这么冲动干什么 我就是看不惯欺负女人 这种人会见一次打一次 还见一次打一次 明明就是你被打 你没看见我把他们做成什么样了吗 手都抬不起来了 是 是手都抬不起来了 打你打的 我说 我说 我说你这个女人哪边的 喂 你们服了吗 哥 服服服服 服服 慢点慢点 疼疼疼 你可真行 说打就打 你还替我约上了比赛 你跟我商量了吗 我是看那个男的开得不错 跟好的车手比赛 能提高你的技术 大哥 大姐 我们走了 等等 你 回去给我好好练车 别忘了比赛 没问题大哥 我们先走了 快 快这次快走 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你今天 我只是看不惯欺负女人罢了 正义骑士 正义骑士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英雄 程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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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叫戴盈熙 亲家破人 今天你约的比赛 说实话 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其实你最大的问题啊 不在技术 而是在于注意力不集中 还有经验的前缺 你说得头头是道 你看过我开车啊 是啊 是 你是什么时候看我开车的 我 我就看过一两次 就 不是 这不是重点 我重点是想说 那个我从你 那个 打方 打方向爬那个速度 和油门的配合 我就能看出来你 注意力不集中 对 就看了一两次你就记得这么清楚 分析得这么倒霉 是啊 我 我看一次我就能分析 所以 你也是赛车手 不是 看得多了 这么厉害啊 这么厉害啊 那 不如你知道知道我呗 帮人帮到底嘛 我说你脸皮还挺厚啊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成 教练 行吗 行吗 这火热声怎么这么大 好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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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是什么情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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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别别别 不好意思 我手劲儿有点大 不过 昨天晚上 你 有没有对我怎么样 你这一大早的 就忘了昨晚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回去了吗 你 是不是很想知道星星是谁啊 是啊 好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那也不用喝这么多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之前就是在这间房间里 无论我碰到开心 或者不开心的事情 都会在这儿 以醉方休到天亮 我 我昨天晚上喝太多了 我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你忘了就好啊 没什么 至少 我更了解你了 好 陆彩虹 跟我出来 完了完了 五哥 你先去稳住他 我去洗把脸 哦 余先生 你要不要起来说话 给我抽来 你干吗 他 贵儿子 你把我妹藏哪儿了 藏哪儿了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给解释的 解释你妹 我妹呢 我妹 你妹 你妹 你们新加坡也这么骂人的吗 你敢骂我 不是不是不是 哥 住手 这事跟他没关系 是我自己非要来这儿睡了 睡了 不 你个鬼儿子 你真把晓晓睡了 这个伤肯定是晓晓不从的时候 他踏踏 行 你行吗 看我今天不嘴了你 住手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跟他什么事都没发生 余晓晓 我担心你一晚上 你也替他说话 我是你哥吗 不过来 过来 给我说清楚 住手 什么说清楚啊 这就是个误会 误会什么 你当我是傻子吗 你要陪着我的精神损失 只会 放开他 还有谁 有什么事跟我说 别冲我弟弟 家衡 你脸怎么了 家衡 有什么事你快点说吧 我还得回公司呢 那个女孩儿 你喜欢她 谁 余笑笑 我喜不喜欢她 和你没有关系吧 我是想说 她不适合你 她适不适合我 也和你没有关系吧 可以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你自己一声不响地 跑到重庆 手机也联系不上 你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吗 你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家衡 妈妈想让你回去 跟应兴一起回新加坡 我 我知道她想要什么 但是 我有自己想过的生活 你不要跟妈妈对着干 她是为了你好 现在集团 遇到了危急 我跟妈妈都需要你 谢了 但我不需要 还有 我跟我妈的事情 不需要一个外人来插手 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你就是一直不肯接受我呢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 当初 鼎盛集团的协议 我是不同意的 而你呢 今天这局面 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你应该很满意 落座 家衡 我说过 只要集团里面有你一天 我就不会回去的 只要你肯回来 我可以离开 但是现在 即使你不在 我也是不会回去的 家里的事情 你真的不在意了吗 你跟妈说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还有 离笑笑远一点 骆总 王泽 聊一聊 这边 小小 虽然你这次为自己争了名 但是你的设计作品 毕竟是在办公室丢的 你就不打算追究一下吗 嗯 这个事情 必须要查 肯定是有内鬼 不然我电脑里的东西 怎么可能到了伯瑞 有道理 想好以后去哪里了吗 有了这次的事情 我还能去哪里呢 你并不认识余笑笑 所以她的设计图 是别人发给你的 对吧 现在这种情况 我说什么还有什么用吗 我想说的是 如果 你告诉我是谁发给你的 我可以跟戴总谈谈 让她开一份离职证明给你 这对你的未来会好一些 当然 你也有权利选择拒绝 这个世界看似很大 其实很小 你要好好地 想想你的后路了 骆总 好 我 跟你坦白 这个给你 以前你看完就明白了 丑宝 咱不是说好了周六吃 好 好好 周日周日 这期间 底下 你之前想要过去 我都会让你去哪里 我跟上街头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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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熟吧 第一次见 有事吗您 邮箱里面的东西 我都看过了 笑笑 怎么才来 人早到了 人呢 哪儿呢 往街边去了 走 我今天有眼皮一直在跳 感觉很不好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一直在做梦 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骆先生 晓晓 你看 你叫我来做什么 骆先生 我没有敌意的 情人是他 我只是单纯地觉得 那您能查到那个邮箱的注册地在国外 你很厉害 我很喜欢跟厉害的人交朋友 你跟我 不好意思 你不配 我只是有些人 我还会有什么 你会不谈 你会不谈 你不谈 我 你会不谈 你会不会 你会不谈 我 你会不谈 所以 这个事情在我看来 我觉得就是诬告 只要是你做过的事情 总会被发现 你真的觉得 我没有办法证明吗 骆先生 我劝你做个聪明人 这件事情你不说我不提 我们这算不打不相识 以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合作 一起挣钱 什么意思 骆家宏 原来是你们串通在一起 透我的设计 晓晓 你别误会 你不用解释 我不想听 是我太傻了 亏我还把你当朋友 晓晓 晓晓 你去哪儿 我想一个人静静 拨了 玻璃新 还想挣大钱 喂 他没有同意 笑笑 你又来干什么 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 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你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 你刚才看到的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 那你解释一下 你和李智杰怎么会认识 我并不认识他呀 我是因为你 你在调查我被抄袭的事 而且 我很确定这件事情 跟李智杰有关系 但是证据还不足 怎么证据不足了 我的设计图都在里面 你看 这只能证明这个邮件 是李智杰发给王泽的 但不能证明是他亲自发出来的 什么意思 这个邮箱的注册ID 不是实名 而且是在国外注册的 他可以说是我们在诬告他 我想起来了 我之前在公司的监控室里 看到我离开公司后 他是最后一个从前才离开的 只不过 能拍到我工位的那个监控摄像图 素材被删除了 别担心 我会想办法 找出更多确凿的证据 我会想办法 至少 本姑娘相信你跟他们不是同伙 但是你知道吗 你刚才出现在那儿真的吓我一跳 这么说 你紧张我了 我乖了呀 你 想得美 我乖了 你得补偿我 好吧 谁叫我们是山城啤酒 知心朋友吗 可以呀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时候觉得你很熟悉 而有的时候又很陌生 你 你 你要怎么补偿我 跟我走吧 去哪儿 去哪儿 先不告诉我 小气鬼你就告诉我嘛 去哪儿 跟着我就可以了 你就告诉我嘛 耐心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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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两只海豚好像总是在微笑啊 这是因为海豚相爱的原因 海豚相爱 海豚这种动物吧 一生中只有一个伴侣 和伴侣在一起的时候 是最开心的时候 这两只海豚是一对夫妻 他们嘴角在微笑是他们幸福的表情 原来两只海豚谈恋爱也都这么开心啊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当然不是啊 唯一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你看他们多快乐 对了 你最近不是在为你的新设计寻找灵感吗 你怎么知道 你是一条鱼 这么快就忘记了 昨天电话里你跟我说的 我这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最近正在为经络主题的设计烦恼中 但总是找不到灵感 巨经络万物生生命的轮回大海的神秘 你可以顺着这个方向去想 或许会有启发 生命的轮回大海的神秘 我想到了 罗家豪 你是不是有什么隐藏身份啊 太厉害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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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 我练千球的 手镜可能有点大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好 家豪 你帮我看一下这份新的设计方案 配色方面我总觉得 缺乏灵感 它的配色确实有点太写实了 缺乏意境 缺乏意境 好 怎么了 下次告诉你 不愧是你 我又欠你一顿饭 走了 木瓜脸 我发你的这个鲸鱼四字重生 海天之恋的创意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啊 很符合鲸落万无声的改名 那我就这么做了 加油 先生们 女士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伊娃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一年一度的 米娅国际时装秀 在这里你将欣赏到国际最前沿的时装潮流 接下来就让音乐带我们一起去往时尚的天堂 那你的作品什么手上啊 你猜猜看哪些是我的作品 你怎么猜了 都开始了 晓晓 我跟你说件事 你猜我在鲸鱼的后台区 看到谁了 谁啊 骆家衡 骆家衡 他怎么来了 他跟我说他有事不来了 千真万确 我亲眼看见他 他就算来了 也不应该在鲸鱼啊 自从上次看见他跟李志杰在一起 我就想 你说他们会不会 不行 我要去看看 又还没结束呢 你去干嘛 跟我来吧 怎么了 不好意思 我好像看到我朋友了 你朋友哪一位啊 余笑笑 余笑笑是你朋友 我走了 对不起 薄如的后台区在哪 就在前面 过了咱们这儿 怎么了 潇肖 不对啊 我刚才路过的时候 这个门 明明是关着的 你怎么在这儿 晓晓 你的衣服 骆家恒你在做什么 我 这就是你接近我的目的 对吗 不是的 这 这真的不是我做的 你要相信我 是 我就是因为太相信你了 因为相信你 所以我的设计稿才会被偷 因为相信你 我的衣服才会被毁 晓晓 你冷静一点 骆家恒你让我怎么冷静 你真是太卑鄙 太无耻了 你凭什么骂他 晓晓 你们俩怎么了 我们鲍瑞的副总裁 还轮不到你来教导 再有心 晓晓 晓晓 这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希望你这么说他 晓晓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所有的心血 都被他毁了 不是的 我 我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这样子了 真的不是我 我相信家恒 他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相信 一唱一鹤的 你们俩还真般配啊 你们鲍瑞自己做了什么龌龊事 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之前就抄袭笑笑的作品 现在为了拿到压轴的翻位 又在这儿演戏是吧 你有完没完 你能不能 你 你 你什么你 人赃俱获 有脸做没脸承认啊 等一下 大家都先冷静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捋一捋 晓晓 余晓晓 压轴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还愣着干吗 袁总 抓紧时间啊 下一场是你们的 现场都hold不住了 我知道 袁总 出了点状况 出了点状况 什么情况 袁总 这干嘛呢 玩呢 玩我呢 这破衣服怎么上啊 怎么搞的 算了算了 有愿没有 有 有什么 给我十分钟 马上搞定 几点了 没时间了 我也帮不了你 戴总 压轴作品 用你们公司的吧 行 没问题 压轴作品 用包瑞公司的 他们公司的作品名字叫 什么 鲸鱼的四次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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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家后 我 我不想再看到你 小小 你放手 小小 小小 家好 晓晓 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想和你聊聊 晓晓 我想跟你聊聊 我们之间还有必要聊吗 你说过我们之间不是句号 为什么要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我为什么不能拉黑 你处心积虑地偷我设计回我作品 我为什么不能拉黑 你就那么肯定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误会我了 你女朋友戴隐戏用的就是我的作品 不是你告诉她还会有谁 这件事情只是个意外啊 所以你承认她是你女朋友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所以你承认了 我没有啊 你走吧 不要再来找我了 晓晓 你怎么才来啊 我们等你好久了 晓晓 你怎么才来啊 我们等你好久了 晓晓 你又不会连累大家的 你们不用这样 晓晓 你想多了 来 坐 来 坐 别别别别 坐坐坐坐 你现在可是公司的功臣 知道吗 来 跟我们都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做到的 袁总 您都把我说糊涂了 你就说吧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次可不许卖关子了啊 南姐 我真不是故意搞砸那天绣的 是我没看好走秀那天的衣服 我给大家倒 那件事 已经翻篇了 咱们说说这件事 哪件事啊 恒星 你到底是怎么认识恒星的 恒星大大 晓晓 你认识恒星大大 恒星 我不认识啊 你看 还卖关子 你要是不认识恒星 人家为什么要转发你的作品啊 是啊 快 跟咱们袁总好好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晓晓 恒星大大真的发了你的作品 这恒星啊 可是咱们业内 数一数二的大神 恒星认证 那就相当于 设计界的米其林认证啊 晓晓 你要是再不说 可真不把我们当朋友喽 袁总 我真的是 我真不认识 好好好 袁总 这样 咱们等晓晓什么时候想起来了 再跟您说您看怎么样 好 行 那这样 咱们今天晚上 全公司聚餐 庆祝一下 来了 正好 正好 我也有些事情 想要跟你聊聊 我也有事跟你聊 我先说 老规矩 这次秀的成功呢 你是最大的功臣 所以呢 带总 准备给你升职 首席执行官 怎么样 殷夕啊 我 我 你管理才能好 所以 你一定会带领鲍蕊 飞速成长 殷夕你先听我说 你说 其实 我准备提出离职 对不起啊 不过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为什么 是我自己的问题 你要是觉得职位不满意的话 这个董事长我们俩谁做 其实都一样的 对吧 不是的 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啊 而且 我也没为鲍蕊做什么东西啊 行了 我懂了 是因为余笑笑吧 不是 这跟她没关系 来 让我们一起敬笑笑 我今天接了多少邀约电话吗 瞧我这嗓子 哑了 这个恒青还是厉害 就算沉寂了一年 这一上来的流量和热度依然不减啊 好 晓晓 你有那么好的资源 是不是得为我们公司做点贡献呀 楠姐 我 我觉得下部这个项目 也很适合你 这 这项目本来不是楠姐负责的吗 是 原来是你楠姐负责 但是我觉得你楠姐一定会理解的 你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设计师全权负责 一样适合 是不 越南 是啊 晓晓 以你的能力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相信你 你看 我说得没错吧 谢谢云总 谢谢楠姐 我一定一定会尽全力 绝对不会给公司丢脸的 你先别着急谢 我觉得呢 这个项目 如果让你的恒星朋友帮忙 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袁总 洛总来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今天事情太多了 招待不周 不好意思 哎呀 您太客气了 今天能借贵宝地让我们聚餐 已经非常地荣幸了 您客气 您客气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呢就是洛氏集团的洛总 大家欢迎 谢谢 坐 谢谢 哎 你们也坐啊 早就听说瑞克公司人才济济 谢谢袁总 给了我们一次参与的机会啊 那么今天我也正式宣布一下 咱们洛氏集团 正式入股咱们瑞克 以后的海外市场 还要多仰仗洛氏集团 以及洛总 袁总 你这么说可就太见外了 以后你要有什么需求 随时吩咐就行 设计行业呢 我们是外行 所以袁总您放心 虽然是参与了一些股份 但是公司的运营啊 我们是不会干涉的 怪不得您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太智慧了 来 让我们一起敬 洛总的智慧 合作愉快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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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恒星 不愧是设计权大神 这么多粉丝呢 大神 你好 我是新人设计师 余孝孝 孝 谁啊 谁乱扔垃圾 谁乱扔垃圾 还不敢出来承认 来 自从遇到你之后 我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 无论是在喷泉 在云上 还是在书店 我永远都忘不了 你和海豚一起开心的傻笑 谢谢你 和我发生的所有的瞬间 无论开心与不开心的过往 也都是我最不想失去的 最珍贵的人 最重要的朋友 所以 我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 也不会允许别人去做 对了 有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坦白 戴应希真的不是我的女朋友 完全不是 好了 写完了 因为你把我的微信给删了 所以 第一次写信 不许怪我写的不好 晚安 落家好 太好了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李智杰 于笑笑同款公司 设计总监 您放心 这个事呢 经验和能力我都没问题 只不过呢 就是 需要一点小小的帮助 嗯 好吧 您答应了 那您 您准备怎么帮我 要不您看看我这个 我这个有好 好多可以 我不喜欢 顾忌重施 过几天 我会用其他的方式帮你 感谢大神 您随意 您随意 您看我 我去给您点点吃的 您这时候再看看我的微博 绝对能力没问题 您 我去点点 啊 今天心情如何呢 开心之爆秒 那可不 今天双喜临门 不但接下我们公司 最重要的下步项目 而且还约到了 恒星大神的助理 哦 这么厉害 那是当然 我们就约在了熊猫火锅店 正好 晚上 我也要给你个惊喜 惊喜 看什么呢 笑笑姐 吓死我了 吓什么吓 赶紧上锅上菜 我都快饿死了 好的好的 老师 这边请 好 小小姐 谁啊 就工作上的一位老师 别八卦了 赶紧上菜 姐 就干嘛 她来了 她 谁啊 骆家衡 她来火锅店上班了 人呢 在哪儿 里面呢 来 您的锅底 谢谢 家衡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惊喜 这件事情你去问风鸣吧 成风鸣 你们俩私底下搞什么鬼呢 这就是我们兄弟之间的秘密 兄弟之间 还秘密 真服了你们俩了 不管了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恒心老师的助理 过来啊 这位是我的 好朋友 骆家衡 你好 你好 你们 认识啊 不不不不 不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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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你们两个眼神怪怪的 哪有 我先去忙了 有什么好忙的 还是先去忙吧 还是先去忙吧 去忙了 去忙前 去忙了 也行 你家人 去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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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 好想知道 你怎么来了 方案是我出的 我自然来监督一下你的执行力啊 怎么样 我就是担心 我这么发传单有用吗 当然有用啊 首先 你传单是发得七七八八了吧 其次 有人当着你的面扔掉了吗 那没有啊 你都不知道 我都把我幼儿园学的那个动作 我都用出来了 我看到了 厉害 那是 到时候 火锅店要是红火起来了 我给你寄过 你 寄好了 别动 汗流这么多 流到眼睛里会痛的 我说什么来着 你别乱说 别给我装相了 晓晓 那不是骆家衡的姐姐吗 谁啊 佳晴姐 她来了 她怎么来了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 你笑下 骆总 有空吗 我们到旁边聊聊 好 在这儿等我 这样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交谈吧 是啊 骆总 我不喜欢浪费时间 那我就直说了 佳衡是个很单纯的人 我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 我希望从现在起 你不要去打扰她 骆总 我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我是个生意人 佳衡以后也会是 你可能不太懂 我们希望我们身边的人 都是能帮助我们的人 而你 能帮助佳衡吗 我想您误会了 我和佳衡现在持好朋友 远没您想得那么复杂 是吗 很多情侣都是从朋友开始发展的 你能保证你们俩以后 不会有任何发展吗 我们未来有什么发展我不清楚 但是 我很在乎佳衡 看来我们今天的聊天并不愉快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投资 你们这家小公司吗 这与我无关吧 我也并不关心这个 你这样的思维 佳衡怎么会看上你 骆总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我先回去了 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骆总 骆总 您怎么看 我今天就是来感受一下公司的氛围 这专业的意见 还得您来提 您太客气了 您不妨也说说想法 给他们拓展一下思路 好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坦白说了 好 请 我觉得余孝孝设计师的设计方案 重规重矩 我个人不是特别满意 我是个商人 投资瑞克 就是看着瑞克的商业潜力 于设计师的这个方案 设计理念和创意方面 我就不多加评论了 确实很专业 我想从设计的实用性上来说 夏天即将过去 秋冬即将来临 服装设计是需要前瞻性的 你的这个设计 商业落地价值到底有多少呢 是否会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呢 说实话 我并没有看到 所以就失望了 袁总 洛总讲得非常有道理 晓晓 你怎么看 袁总 袁总 我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完 抱歉 打断了 没事没事 您 您继续 没事没事 我知道余孝小是公司 重点培养的潜力新人 也是得到了恒星的青睐 但是我觉得 新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地 认清自己 比华众取宠 不切实际 来得更重要 您说是吧 是 晓晓 接下来把方案再完善一下 好吧 一定要让洛总满意 好的 袁总 袁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今天说得太多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肯定是有不好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您讲得非常好 我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会议要开 不如我就先离开 你们继续 好 那我送你 哎 您留步 留步 您慢走 洛总 好 还有什么事情吗 洛总是觉得我的方案 不切实际吗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事情 在我这儿可行不通 我余孝孝不是什么凤凰 你也不是什么高枝 是 我说的可是公事 不是私事 我想抛开感情来说 您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我刚刚所说的 关于季节前瞻性的意见 那就先谢谢您了 我可能会让您失望 但绝对不会让公司失望 晓晓 我跟你说 我快郁闷死了 怎么了 我们今天开的项目会 我的方案被否掉了 你那个疯的创意很好啊 不说了 今天得加班修改方案了 晚上程叔叔出院 风鸣说要一起吃饭 庆祝庆祝 那要不然你们先去 等我这边忙完了 我去找你们 还是我去接你吧 别别别 你要是来了 我更没办法专心修改方案了 那晚上见 嗯 爸 程叔 晓晓 于叔叔 程叔叔 你就是那个骆家横 是吗 是我 晓晓 程叔问你啊 你从小 程叔 就把你当亲闺女看 程叔我知道 你告诉叔叔 愿意不愿意 嫁给风鸣 做我们老程家的儿媳妇 程叔你怎么又 我跟风鸣从小是好朋友 以前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是 行 晓晓 那书就明白了 你是 心里有人 但不是风鸣 不是 爸 老程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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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这个骆家横吧 晓晓 晓晓 在这之前我就跟你说过 我不同意你跟她好 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你了解她吗 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女儿 跟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外国人在一起呢 即便是 你不能跟风鸣在一起 你也不能跟她在一起 于叔叔 我 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误解 但是 我已经决定 追求笑笑了 小子 你要先搞清楚了 于笑笑是我女儿 笑笑 我绝不允许你跟她来往 如果你非要跟她好的话 你就永远不要进我们家的门了 爸 这二十几年 就当我白养你了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 于笑笑 该说的话 我都说清楚了 你自己考虑吧 你把你的人们打到来 我们都会要去走 我先走了 宇叔叔 我想我们都该冷静一下 我先走了 江航 爸 你这次真的太过犯了 笑笑 笑笑 我也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 尤其是我爸 他已经从不这样呢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有办法让他接受你的 所以 我还有希望了 所以 你同意了 嗯 本小姐可没这么说 看你表现啊 笑笑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 我先说好 我脾气臭 吃得多 还用暴力 你 腿也没戴影细长 身材也没太好 他 而且睡觉还会打呼噜 你 你说这个干什么 晓晓 我喜欢你 在吉他店开始 我的心 就牢牢地被你牵动着 不管是在机场 咖啡厅 江边 雨中 书店 还是海洋馆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我的美好 而我 想要一直 一直 守住这份美好 所以 你愿不愿意 做我的女朋友 我 愿不愿意 做我的女朋友 你 到底会不会亲亲啊 我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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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洛总吗 你是哪位 我是谁不重要 我想跟你聊一聊 你到底是谁 我想和你聊一聊 余孝孝 洛总 今天我们 就喝这个 对啊 梅子酒 度数低 不会误事 实在是没有想到 给我打电话的人 竟然是你啊 洛总那么聪明 你 应该猜得到吧 我就是觉得可笑 你为什么会帮我 据我所知 余孝孝是你的同门师妹吧 洛总果然神通广大呀 但余孝孝 应该说是 专抢别人男朋友的师妹吧 她 抢男朋友 抢你的男朋友 对 就是我的男朋友 不对吧 她的男朋友 不是你的同学吧 是 当然不是现在这位 姓洛的 无论 沈总监 你的计划是什么 需要我怎么配合 我的计划是 通过下部的项目 我这次在风的主题上 对下部的整体款式 都做了调整 我认为秋天的风 不只有肃沙和萧色 还有秋日暖阳下的 清爽与通透 希望可以为秋冬 整体的严肃之气 增添一丝飘逸的活力 谢谢大家 这一版确实比上一版 要好很多 骆总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意见 我们就按这个方案来 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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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其实也有一份 关于下部的设计方案 要不您给我个机会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项目呢 是笑笑在负责 如果您要是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呢 可以私下跟笑笑去沟通 在这儿呢 就不耽误 骆总的时间了 好吧 袁总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我建议呢 还是看一下 毕竟谁做都是为了瑞克的业绩嘛 李总监的这个方案 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好 既然骆总都发话了 那你就展示一下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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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先跟袁总您说声抱歉啊 这次我属于是新然后宋了 但是您也一直知道我 我一直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所以上次开完会之后 余笑笑那个方案没办法落地 我就挺着急的 都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改不出来 所以一周之前啊 我就私自去拜访了一下 夏部的高老师 我把我简单的方案跟高老师一说 没想到高老师特别喜欢 还有一点啊 就是恒星本人 也准备在这个夏部的项目上 跟咱们公司合作 什么 恒星 恒星同意跟我们合作了 对啊 而且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孙总也准备在夏部项目上 给咱们公司投资 袁总 我觉得咱们公司内部 总要拿出最好的方案 给夏部那边 您说对吧 当然 那是当然 志杰 展示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经手的那个项目出现点问题 我去处理一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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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志杰 你继续 好 我的设计方案的主题 是秋天的水 我觉得这里应该再修改一下 我觉得也是 这说的不是咱们公司的事吗 是 什么情况 他怎么是这种人啊 你看 还有段录音呢 你听 不愧是恒星大神啊 不愧是恒星大神啊 你说吃个饭 选的地方都这么有品位 顾将了 只是一顿便饭而已 开门见山吧 李总找我肯定有事吧 怎么回事啊 这声音 好像杨镇 杨镇 那不是恒星大大的助理吗 你确定吗 虽然声音不是很清楚 但是说话语气和音调 就是杨镇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你不是说你要帮我吗 你不是说你要帮我吗 你倒也不用这样 公司现在因为你的事 线上营业额锐减 要求退货的 开发票的数都数不过来 要我做老师吗 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我还是那句话 要死一块死 别以为你沈云南手里 有多干净 怎么可能呢 留着我 没准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还能接济接济你 你把我也拖下水 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再说了 又不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 不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 要不是你恨死了 那个于啸啸 我会去做那些事 我说 我为什么要恨他 你能这么做 说明你做惯了这种事 你上学的时候 就偷别人的设计稿 害得别人没有办法毕业 入职的现实设计 你又像对方的裙板上 铺油漆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进了公司后呢 每逢项目期 你又从供应商的手里 拿了多少繁点 就凭这些 就够你做几辈子老了 你快看 恒星发了什么 恒星怎么发这个呢 笑笑 你快看数据 作为行业内成绩斐然的设计公司 瑞克能在丑闻曝光后自查自咎 让我们这些时尚博主看到了希望 行业还是要以内容为王 设计师们加油 有期待瑞克最新一季的作品 这恒星果然是有趣 你看看你 还说要去打人家来着 好奇怪啊 这恒星为什么打个巴掌 再给个填草啊 这次公司能够平稳过渡 离不开 沈总监 和于笑笑的共同努力 公司呢 是讲法分明的 所以 从极客起 沈总监 升为公司的副总 主管人事 是 笑笑呢 升为创意总监 下步这个项目 将是你的试用计 别让我失望 谢谢袁总 谢谢袁总 加油 好 再会 太好了 什么顾总啊 不就是HR吗 别说了 人还没走呢 走 走 恭喜你啊 余总监 可是我这个总监身份 就好像是一把达木克里斯之剑 你在想这恒星啊 放心吧 我跟他的助理很熟的 我帮你 你跟杨正很熟吗 你们不是就 只见过一面吗 是只见过一面啊 不过你的事情 我总是特别留心嘛 我查过了 这小子爱喝酒 我准备投气所好 对 狠狠给他拿捏住了 陪他喝个三天三夜 我就不信他不松口 不愧是被我捧在手心里的人 干杯 干杯 吃冲了 你知道吗 我们高中的时候 每一次期末考试 都要去餐厅大搓一顿 你们 你们 你和谁啊 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 不告诉我 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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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最好的朋友 说你也不认识 等我们 再熟一点吧 我就告诉你 我们 还不够熟啊 我快到了 不用走了 哦 哦 嗯 就 没有什么 亲亲抱抱 雨刚刚什么 嗯 哎 晚安啦 我都悠了没 今天 很开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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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总监 你觉得我们还有合作的必要吗 洛总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呀 恒星和于啸啸 是洛家恒在中间牵线搭桥的 所以呢 不会于啸啸到时候 职场失忆 情场得意吧 不会的 现在下步 是设计阶段 您是知道的 设计过程中 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洛总 事成之后 我需要一笔钱 是 瑞塔 沈总监这点可以放心 我是不会差你钱的 上一次李智杰的事情 虽然没有成功 我也把钱给你了 很快你就会收到短信的 由于下步这种 类似亚麻的材质 其穿着起来的纹理和褶皱 十分契合波西米亚风的 慵懒与神秘 这正是我们波瑞带给大家的成衣设计 下面由瑞克公司的余孝孝说说她的方案 基于以推广下步来复兴传统文化这一点 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思路打开 因为下步不仅仅可以做成衣服 还可以做成生活中的饰品和生活用品 比如说 手环 耳环 抱枕 包包 收纳盒等等 但我们还是更想在成衣市场上占领市场 当然 我们瑞克认为 波瑞一直所坚持的开拓海外市场 也是必不可少的 文化复兴是没错 但是 一味地复制传统 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英格英格 要英雄传统 也要革新传统 革新 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历史因为革新才能尊重过去 才能创造未来 我们设计界 也理应如此 谢谢 请允许我说两句 我觉得两位设计师都各有所长 如果可以在下部项目中达成合作 国际化的服装 搭配传统的饰品 肯定可以燃起时代的热潮 一切顺利 放心吧 老师 好了 我宣布 下部项目 将由瑞克和鲍瑞 共同合作完成 来 不是 这什么汤 好香我怎么没见过 肉骨茶 新加坡菜 尝尝 肉骨茶 好香 好吃吗 这 我是不是胡椒放多了 我再给你 不是不是不是 这也太香了吧 我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在发传单吗 嗯 我是吸引了一波客流 但是我发现 留不住他们 我仔细想了一下啊 我觉得 得改变火锅店的菜品 没新鲜感 又吸引不了年轻人 虽然呢 我们火锅店的口味是不错 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 哼 我觉得 这个新加坡菜就不错 我 戴老师 手艺这么好 要不要 敲敲我呀 我没听错吧 师父居然这么谦虚呀 我 那我考虑一下吧 我 我先去个洗手间 是 你是不是没煮饭呀 要不我点 嗯 嗯 行 怎么是你 不然呢 不是 我 我只是好奇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房间里 这不是刚才去洗手吗 然后路过嘉衡的房间我就 这不是 这 就是嘉衡的房间啊 这很多东西都是嘉衡的呀 他就是住在这里 这个房间不属于他 那属于谁啊 直到看见你空气安静 陌生的感情 熟悉的场景 这是 一直住在你心里的那个女孩 住过的吧 你愿意和我说说吗 你愿意和我说说吗 我不想说你别问 有些事情你不说出来 不面对他永远都过不去 我是想帮你 我不需要帮 我需要 这跟你无关 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 我说这跟你无关 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 你明白吗 我明白 你眼中有什么值得 哪里是 太阳的光影 飞驰的流星 他们在干什么 殷熙 封鸣 他们怎么了 快说戴益夕的事 她 应该是跟风鸣吵架了吧 吵架 好像是应夕进了我的房间 然后 草 你让别的女人 进你的房间 坦白存宽 不然 我要伤害你的小宝贝了 这么容易就吃醋了 我俩还一起上学呢 没完了是吧 我上摊了啊 我 好了好了别闹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回到家就看到戴益夕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然后桌上有一堆新加坡的菜 应该是她做的吧 好像是应夕进了我的房间 我问风鸣 她什么也不说 那个房间 以前是风鸣前女友的吧 我记得我刚办进去的时候 她也非常抗拒 您的咖啡 请慢用 谢谢 那个房间 以前是星星的 星星和你们两个是好朋友 我 风鸣还有星星 然后呢 然后呢 你还记得这个吗 还是你给我找回来的呢 蓝色的是风鸣 白色的是星星 红色的是我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然后星星就去世了 风鸣估计是想起以前的事了吧 其实 风鸣也挺可怜的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走出来 我倒是挺希望 她能开始新的生活的 你打算怎么做 我 不行 我得撮合一下她俩 怎么撮合 叫她做些浪漫的事情 介绍些浪漫的地方给她去 或者是 我知道个地方 特别至于夜景无敌好看 走 我带你去 是你自己想去吧 管那么多呢 走着 我 我们喝的还没上完呢 你快点 你说那个治愈的地方 就是这里啊 对啊 风鸣每次不开心的时候 都会来这儿 对着江边大喊几句 或者喝罐啤酒哭一哭 我也是这样 心情就会好很多 你经常不开心吗 现在不会了 因为 我还蛮幸运的 我好像遇到了一个 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人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真的吗 不许骗我啊 永远都不行 要不要现在喊一个 要不要现在喊一个 这 这里 直接喊吗 你放心吧 我现在每天都超开心的 我现在每天都超开心的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什么嘛 年纪轻轻的 许的什么愿啊 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地 守护你了 带总的意思是 我们负责国内的产品线 波瑞负责联名国际产品线 是吗 没错 好 就这么定了 那为了加快我们成衣面试 暂时就让余笑笑来我们 波瑞工作吧 我们的打板师相对比较配合 我们的打板师也很配合 毕竟笑笑是瑞克的人 老待在波瑞 不合适吧 那袁总的意思是 让我来瑞克上班喽 那我们倒是很欢迎啊 这样吧 我们可以去恒星工作室 那里最近空着 而且安静 适合闭门创作 这个提议倒是不错 您觉得呢 但是恒星那边方便吗 应该没问题 我会随时跟进进度的 行 尹晓晓 起这么早 没吃早饭吧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早饭 是啊 这是 刚刚路过前台看见他 这个是 你男朋友送你的吧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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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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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乐家横也真是 跟恒星合作完了 还能把我照片拉着 我倒要看看 给她收起来 她什么时候能发信 笑笑 你起得真早啊 谢谢 陆深也会参与到下部的项目 好啊 瑞克就我一个 以后多多关照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对了 带走 笑笑 我给大家带了好吃的 给 谢谢 你最爱的抹茶味的 谢谢师兄 那我们瑞克就在这儿办公了 行 那我们包瑞坐那儿 好 陆深 你坐这里吧 笑笑这儿有两个新方案你看一下 好 左边一点 左边一点 再靠左边 再往下往下 那边还挺脏的呢 用力一点啊 非常好 我说行了吧 还有 行了吧 行了吧 什么行了 还这么脏呢 怎么可能行啊 我干活你就一直在旁边看着 也不知道打把手 好 我今天好像吃错了东西 肚子特别疼 我说落家少女 我一让你干活 你就在这儿给我装病是吧 真的 我肚子真的很不舒服 你还是赶紧擦吧 还是很脏的 这次我就放过你 等下次 我逮着你干活的时候 这也脏啊 行 那你觉得怎么样啊 蓝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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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 没吃药吧 看什么呢这么可笑 你看吧 这可笑吗 不是 你得听那个 凄惨的背景音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成风铭是二级伤残呢 哪有那么夸张啊 这倒是 这的确没那么 夸张 我还有点事 我先出去一趟 晚上把那个报告交给我 好的 带总 你接着忙啊 好 小心点啊 路上 好 你怎么办啊 小小 这是新的数据报告 戴总和陈丰铭最近怎么了 没事啊 是吗 在米娅的时候看到他们 还挺好的 他俩挺好的 夏夏 佳衡 你来干什么呀 你和恒心什么关系 我来接夏小下班呢 你看 我还买了巧克力大福给你吃 我最喜欢巧克力了 谢谢佳衡 走吧 走 师兄 那我们先下班了 拜拜 佳衡 我 我和陆师兄一起工作 你是不是吃醋了 没有啊 没有 没有你 你七千半小时去接我下班 你还送我最喜欢的大福给我 那 谁叫我们家笑笑 又可爱 又美丽 又动人 又大方 我当然要提防那个陆身啊 你别生陆身气了 他就那样一个人啊 那两个人 乘风鸣带易烯 走 去看看 Mike 痛吗 没事 谢谢你啊 这么晚了还给我送药 我就是看到朋友圈视频 你挺可怜的 你不要多想 那 那都是家行瞎闹的 我没多想 英夕 我们还是回到 像原来那种状态好不好 朋友的状态 当然好啊 程副编你知道吗 你有的时候挺让人捉摸不透的 你有时候挺讨厌的 有时候吧 我见找你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是他的替代品吗 不是 我从来都没有那个意思 你俩根本就不一样 但是我怕 英夕 以我现在的状态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承诺 你能明白我吗 我承认 我没有你那么伟大 没关系 冯明 怪我 是我 是我对你 抱有太多期待了 我会调整我自己的 做朋友挺好的呀 你 他们俩什么情况啊 要不要过去看看 不要了 他们俩自己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有心 有心 无论如何 我都希望你快乐 我挺快乐的 走 你说 他俩这也算见上面了 咱俩这计划 算成功了吧 肯定啊 他俩现在 是心口不一 尤其是影夕 他怎么可能会缺 凤鸣小朋友呢 真聪明 那聪明的孩子 有没有奖励啊 当然有了 不 你很不得了 你都不得了 我只是在想的 你能不能缺帮你 好嘛 我帮你了 你还不断了 我还要睡明龙觉 我还没问你 不得了 你还不得了 死压房子 你还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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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是你的记忆力好还是他们的记忆力好 当然是我的了 那我考考你 在哪捡到我的手链的 机场的咖啡厅 我在蜜亚的时候我的设计作品灵感来自于 火力嫁女 那考个最近的吧 我们上次来这儿拍的照片你放哪儿了 我的卧室啊 我的卧室啊 卧家豪 下次撒谎 可不可以不要当着我的面 笑笑 笑笑 笑笑笑 笑笑 笑笑笑 笑笑 笑笑 笑笑笑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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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笑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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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笑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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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それ以来 骑驹 上边钓钓鱼啊 陆师兄 饭也吃完了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你不觉得 从蜜亚到李智杰 再到下部项目 恒星出现的时间 太凑巧了吗 我知道 恒星就是家好 你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这视频不是你发的 你 继续喝 不喝了 继续喝 你不能再喝了 别喝了别喝了 继续喝 不是 那你怎么知道 恒星就是家好 我是 在 在下部工坊的时候 我亲眼看见他和助理 在切换账户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 当时 当 当时我只是推测 我 没有确定 所以 他知道你看过这个视频吗 不知道 那给你发视频的人 让你做什么 和骆家横分手 这件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该怎么解决 希望你不要去找家横 说些不该说的 师兄再见 要嫌了 小小 小小对不起 我不该骗你的 你骗我什么 那张照片 我也回去找过 确实是我弄丢了 我不该骗你的 说够了没 我又做错了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 不要不理我 我最近很忙 请你不要再来找我 你很忙 我们一周没有见面了 你却有时间跟陆生吃饭 你叫人盯着我 骆家衡 你不信任我 不是的 我 我刚才只是胡说 我相信你 我真的相信你 别把我的话 往心里去 分手吧 你说什么 我们分手吧 分手 你不信任我 既然我们之间没有信任了 那就没必要在一起了 记得 记得 美丽的梦 旋转静音的星空 漫步的人会一起老去 最后的灯火 绝对 灯火 用不枯萎的花朵 在那有你陪伴的夜里 记得美丽的梦 旋转进的星空 漫步的人会一起老去 Goodbye 最后的灯火 永不枯萎的花朵 在那有你陪伴的夜里 分手了 难怪笑笑这几天 她怎么了 笑笑怎么了 笑笑没事特别好 每天拼命工作 跟拼命三娘似的 然后呢 有没有说什么 有没有提到我 有没有骂我 骆家横 你这也变太多了吧 怎么着爱情的魔力 在你这儿全成毒药了 什么时候了 还挖苦 我哪有 我这一摊的事 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就实话实说 笑笑之所以跟你分手 是因为你在感情里 没有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这个时候你在搞什么 偶遇 嬉皮笑脸 她只会觉得你更奇怪 更想逃 风鸣也是说 她应该是没有安全感 而且笑笑 确实好像比以前 更不想见到我 那怎么办 你知道有一句话 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 还有 你别整天风鸣风鸣风鸣 你不要信风鸣出的损招好吗 好 我听你的 你说 首先 找到她 然后让她把这些不满的情绪 全部发泄出来 再搞清楚 她为什么生气 其次呢 算了 给你教这么多你也学不会 严谨一该 真诚 真诚 还是真诚 对了 她是不是还在加班呢 还有 那个陆申是不是也在 不是 你提什么陆申啊 你这个时候还在制造信任危机 我只是 不太相信那个陆申 行了 笑笑今天下班 跟我一起出去的 然后接了一个电话 也没有跟陆申在一起 至于加班 今天没有人加班 我这个是 每天整理当天文件 你知道的我的习惯 那你知不知道 谁的电话 我哪知道啊 你自己去问啊大少爷 几点了不一起吃个饭再走 我不饿 我饿 好了好了去吧 今天谢谢你了 加油 他们真的分手了 不会再和好了吧 我觉得吧 小情侣之间分分合合 吵吵闹闹很正常的 而且 我第一次见嘉衡 对感情这么积极 天天创造机会见于笑笑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一物相有 我看这个于笑笑 最好别是欲擒故纵 不然我跟她没完 姐 人家两个分手 该不会是你一手操办的吧 当然不是啊 最好不是 要不然啊 嘉衡得恨死你 对了姐 瑞克最近财务有点问题 你留意一下 据说不是很正常 我下午才在公司 看完财务报表 除了一些贷款没有还之外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还是留意一点吧 你谁啊 瞧我脚 对不起 晓晓 我来晚了 夫人 干嘛夫人 来夫人的人是我 因为是我跟你说的分手 你都不知道 我当时跟你说分手的时候 我这个心有多痛 但是 我只要一想到 我可能会 抑郁 不吃药 还会变胖 我就 我就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别让你管 你不走是吧 那我走 来 休息 你看你现在 怎么走啊 你之前不是说过 只要不开心 就对着江水 大喊一通 心情就会变好的吗 嗯 嗯 要不要试一试 嗯 这可是你 你让我试的 嗯 看 骆驾虹 你骗人 你个王八蛋 你不过打我吧 你不过打我吧 骆驾虹 你是王八蛋 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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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 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啊 我们可以回家了 嗯 晓晓 我该怎么做 然后才可以让你开心一点 你给我写首歌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你看热搜 就是一个设计界的大V 哦 利用粉丝影响力 帮圈外的设计师女友 拿下来几个项目 嗯 视频截图铁正如山啊 还是个新加坡的富二代呢 还有呢 可惜啊 品牌方都跟他解约了 这个恒星啊 怕是再也难以翻身了 他女朋友也被人肉出来了呀 他女朋友 对 他女朋友叫 余笑笑 什么 这不会是崇明吧 我看看 这 这就是余笑笑 SMITH 人手 之火 省 你看到你啊 快他 Stan 和他看得懂 幸福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所以 这个局势为我下的 好好品尝一下你的痛苦吧 你不接我电话 我只能找到这儿了 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室啊 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室啊 这张照片 是我在你这里找到的 拜托你要藏就藏好一点吧 我只是想用恒星的名义 去帮你和保护你 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帮我 现在在所有网友眼里 甚至在同行同事眼里 我就是一个没有才华 只会靠男人的草包设计师 你这是在帮我 你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 只要你自己有才华就可以了 我相信你有才华就可以了 你还是不懂我 我是想用实力证明 而不是让你以爱的名义 拔苗助长 这件事情 让我跟你一起面对 好不好 这件事 就让我自己解决吧 我最近工作很忙 我们还是不要见面了 相信我 我会还你清白的 来 里边请 他们昨天就是坐这里啊 对 就是这个位置 那个是监控器吗 哦 是的 那麻烦你 把视频调出来给我看 好 没问题 那你跟我来 来 这边 来 来 找我有事啊 杨真说了 你们一起喝过酒 视频是不是你录的 是我录的 又怎样 你是不是疯了 为什么啊 为什么要这样对于笑笑 我看你才是疯了吧 我只跟你说一遍 视频是我录的 不是我发的 我从来没给笑笑看过 那是谁 你现在出来装正人君子了 早干吗去了 你早把自己是恒心的事情说出来 至于这样吗 我再问你一次 视频是谁发的 视频是谁发的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恒心做的每一件事 说的每一句话 已经全部落实了 不说什么 我也能查出来 你怎么会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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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我跟笑笑分手 是不是她 从中作梗 这我怎么会知道 网络上传的那些新闻通稿 也是你发的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笑笑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 还有 为什么沈月南会说 笑笑问你要钱了 你怎么知道 沈月南跟我说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 沈月南一点很多吗 当初 是她跟李志杰勾结 后来也是她 反手举报了李志杰 我怀疑 曝光恒星的人就是她 她曝光恒星 不可能 李志杰的事情 跟你也有关 你真的想知道吗 李志杰勇 先召唤她 对她说什么 把他交交 shelter 想在身边 还是带我 才跟我分手的 这件事是她说的 她现在知道自己也是被骗了 晓晓 我保证 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你保证有什么用 你之前还保证永远都不会骗我呢 我 我现在就坦诚地把一切都告诉你 晓晓 可不可以原谅我 你先走吧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你经常不开心吗 现在不会了 因为我还蛮幸运的 我好像遇到了一个 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人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晓晓 我要怎么做 才可以让你开心一点 你给我写首歌吧 你给我写首歌吧 你给我写首歌吗 你现在这个状态啊 就非常像他们说的 那个什么追妻火葬场 什么火葬场 追妻意思就是说 一个男人在追求他 原来拥有过的女人的时候 就要比原来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这种精力就叫做追妻火葬场 我问你 笑笑有没有特别喜欢去的地方 有是有 不过没有第四个人去过 那是只有我们三个人去过的秘密基地 只有你们三个去过的秘密基地 那 那我更想去了 那你就求笑笑吧 说不定 哪天他会带你去 对了 应熙没跟你说吗 他们这个周末好像要给笑笑弄一个什么 预热派对 你到时当面跟他说就行了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 你帮我约他出来就可以了 但 大不了你一年的茶叶我包了 这 我自己的咖啡我也包了 不用你买 嗨 你 这么磨磨叽叽 我帮你就是了 一年的茶叶 嗯 烤死我了 烤死我了 家恒 晓晓 你今天真美 我每天都很美了好不好 是是是 每天都很美 我说错话了 没了我 你不会真给我写歌了吧 我脑海里一直有个旋律想给你听 不过我有个疑问 为什么你要人写歌给你听 程丰鸣都有信心给他写歌 我也想有 夏远兴会写歌 他是我们的音乐天才 你是我的 设计女神 骆家恒 你怎么跟个傻小子一样 太可爱了吧 晓晓 闭上你的眼睛 你要干什么 乖 闭上眼睛 不许偷看哦 好 先慢慢地坐下来 小心 不许睁开眼睛啊 好 不要偷看啊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 守护海底的风 虽然是你的 是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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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魔力 照亮你的心 你 是我的梦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un 别人家属不能进 家属不能进 不是 不是 不能进啊 医生 我求求你一定要救他回来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好不好 别人家属请保持安静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好 谢谢 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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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挺过来啊 晓晓 咱们先去休息吧 晓晓 咱们在这儿站着也没用 走 晓晓 来 坐 没事的 会好起来的 妈 家衡这是怎么了 康康明明还好好的 怎么忽然就 家衡心脏不好 但你放心 医生在 肯定会没事的 他心脏不好 他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他肯定是怕你担心 他太在乎你了 他一直有在吃药 好 放心吧 放心 我先去给家衡姐姐打个电话 小心点啊 照顾好他 我手下按着我 她否判了 你不会那么多忙 你吃药吗 我能不能说服你 所以我还不说试了 你还能在一起 你自己为是我 还能让你生意 你也会不会响至你 好吗 笑笑 星星的吉他 是你给家行的吗 我在新加坡 买琴弦的时候碰上了家行 然后我把吉他 放在了星星的墓碑前 那 他就拿走了 应该是吧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靠近你 跟你搭讪 他没有那样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冯明 你说 家行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医生都说没事了 你别担心了 例えば 吉他和相机 都在秘密基地 你拿回家吧 电话打通了吗 打通了 加薪姐说一会儿过来 我买了点水果 好 用夕 冯明 你们先回去吧 这里有我呢 你自己能醒吗 放心吧 我想陪陪她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我其实早就原谅你了 你都没发现对不对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就已经原谅你了 是我太矫情 是我太过分 你明明对我很包容 我却还是这样 所以 你用生病惩罚我对不对 佳衡 佳衡姐 怎么会这样 我给你倒杯水吧 不用不用 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说她 突发心梗 不过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了 已经脱离危险了 只是睡着了 她组织的医生是谁啊 她组织的医生是谁啊 我去找她问问吧 姐 检查报告说明天上班才有 已经这么晚了 你要不先回去吧 这里有我呢 还是我留下来照顾我弟弟吧 你先回去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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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陪陪她 你要是不放心 明晚欢你 汐儿 那我去给她买份汤 我去找她 你想吃点什么 我想 吃小酥肉 好 笑笑 以前的事 对不起啊 还有谢谢你照顾佳恒 姐 都过去了 我饿了 我马上去买 你等我回来 好 我们在一个手里 来 落下好用是吧 我是 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 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我们可不可以去您办公室聊 好 跟我来吧 你的宫体心脏移植一年多了吧 心脏 移植 你之所以会晕倒 就是因为宫体的排异反应 从临床信息来看 移植了一年以上的心脏 排异反应是不会这么明显的 你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了 你也不用太担心 就于影像学检查来看 宫体心脏 是一名身高一米六左右 体型纤细的年轻女性 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 只要以后不再受到这样的刺激 还是可以有很高的生活质量 我脑海里 一直出现一个女孩子的 记忆片段 我的心脏 是不是属于她的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 心脏移植术后 患者会出现性情大变动反应 比如 对食物 和颜色的喜爱程度发生改变 我还能活多久 我还能活多久 这个我们还不好下定论 心脏移植 平均生存年限十三年 你要放平心态 随着医学的发展 我们肯定能攻克这个难题 来 喂 家横 你醒了 怎么样 你身体怎么样 然后医生怎么说 老毛病 手术的后遗症 行 那我就放心了 但你还是得记着吃药 你在哪儿 我在数码城 陈丰铭的硬盘好了 我打算帮他拿回去 能不能 帮我一个忙 骆大少爷 您请说 我心脏手术的事情 可不可以先不要告诉他们 你放心吧 这是你的隐私 你要想说的话 你自己亲自跟他们说 谢了 一质 何 Hahah 你 你醒了 难道 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还要照顾 命好几天才能醒呢 你 松开 我不松 吓死我了 我不松 你松开 怎么了 佳鑫姐 佳衡 身体怎么样 好多了 只是有点头晕 那你要多多休息啊 你们两个先聊 我去问一下医生 佳衡的病情 你睡着的时候 医生已经来过了 说是心梗 你 就不用担心了 我只是需要 多注意休息就可以了 可是我还是想 笑笑 确实是心梗 佳衡从小心脏就不太好 在新加坡的时候也犯过病 所以不是第一次了 你不用担心 好 那天我说话的口中 对不起啊 你不用跟我道歉 其实 我要跟你说声抱歉的 笑笑的这件事情 我确实做得不太对 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们两个千万别因为我 影响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我去上个厕所 想上厕所 我 是真的想跟你说声谢谢 你真的不用跟我客气 我们是家人 对了 我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说 我这次遇到的事情 先不要告诉妈妈 我怕她担心 你今天 去给小宝开家长会了是吧 又被老师表扬了 又被老师表扬了 小宝这孩子随我 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就跟他说 爸爸还在国外 坐下吧 还要工作一段时间呢 都怪我帮不上你 还花了这么多钱 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你慢点坐 对了 李姐介绍的那个男人还不错 你别生气 是我叫他来的 小宝有新的爸爸 我不介意 我真的不介意 我应该活不到小宝的生日了 真的希望我走之后 有人照顾你们俩 我不想连累你们 你不想连累你 被感动了 如果你是那个妻子 你会选择陪伴 还是选择离开 这还要选吗 如果我爱他 我一定会选择陪着他 直到时间的尽头 晓晓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怎么了 家衡 我还是想问你 星星的吉他 怎么会在你这里呢 在墓地看到 觉得看着眼熟 就把他拿走了 拿走 可是 你到重庆之后见到我 为什么不还给我呢 那是星星的遗物 又怎么样 我从小学吉他 那个吉他的型号 跟我小时候学的一样 要不然 我为什么会在 吉他店跟你抢琴弦呢 骆家荷 你今天怎么了 你脑子有问题吧 对 我脑子是有问题 和你谈了那么久的恋爱 却不知道 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从我们思考问题 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 我们的家庭背景 根本不一样 我妈和我姐说得对 门当户对 还是很重要的 你要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你大可以离开 没人拦着你 好啊 你可以跟陆生在一起 挺配的 我跟陆生早就 蜂蜜还和我说 你那天是打算求婚来着 你这个态度 是打算跟我过一辈子的吗 那我们分手吧 好 你 你的硬盘修好了 但是 老板说 硬盘里的数据 没有完全恢复 没关系 只要能读取 我就很开心了 谢谢你 我埋的时间胶囊 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我埋的时间胶囊 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到时候我们三个一起去挖 你们一定想不到 我埋在哪里了 我埋在哪里了 时间胶囊 好的 是的 这是我的叫我 要怎么回事 那这 最后 我 的 我 在这 你的眼睛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海 别停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这怎么可能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 守护海底的蜂蜜 这是我的梦想 这是魔法 照亮你的心 你的眼睛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海 别停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你是不是翻了我的东西 你为什么会有星星的吉他 那把吉他 你不是已经拿走了吗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你看 这不就是我的视频吗 是啊 这是星星创作的歌曲 原来这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旋律 就是夏远兴创作的曲子 难怪 我对这里的一切 对笑笑 对程凤鸣 都感觉如此亲切 走 是有点小 巧合吧 巧合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巧合 你必须跟我解释清楚 我真的很累 我已经跟余笑笑解释过一次了 不想再说了 你有什么问题 你去问他 你别走 不是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我很好 是你自己有事情吗 什么 对了 我才知道 夏远兴出事的那天 你去赛车了 对吧 还有 通知你一声 我跟余笑笑 已经分手了 以后 也不会住这里了 你 对 对 对 我 对 对 在吉他店 他要买星星的琴弦 在星星的墓地 他拿走了星星的吉他 就连吃火锅 你能吃辣吗 能 微辣麻辣变态了 变态了 真的假的 木瓜脸这可是你说的 那我可就好好 尽尽地主之宜了 也和星星的口味一样 真的会有这么多巧合吗 可是 他怎么会弹星星写的歌呢 可连风鸣都没有听过完整的一首歌 真的可能吗 罗家好 我发现你小心思挺多呀 之前追女孩的时候 没少用吧 你可是我追的第一个女孩 谁信呢 我可听柱子说 你心里还有个女孩 想不承认啊 老实交代 如果 她的心脏是星星的 余笑笑 陈氏在不该琢磨的时候瞎琢磨 有什么事啊 非要见面说 这是 录音里面提到的时间胶囊 就埋在这儿 佳虹 你跟星星到底是怎么认识她 她出事的那天你是不是也在 这些事情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你能告诉我吗 我解释不了 如果我说 我跟夏远青 从来没有见过面 你相信吗 我不信 你必须要给我解释解释 不信就算了 佳虹 最近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你可以跟我说的 没有事情 家好 我录过这棵书这么多次 没想到就是这儿 你会把她放在哪儿呢 醒醒 你会把她放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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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封鸣 晓晓 等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是从新加坡回来了吧 希望时光没有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 我们还能够像以前一样 晓晓 你还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吗 那时我刚转学到班里 没有人跟我玩 我就每天埋头学习 越到下课我头埋得越低 但我越这样 班里的一些男同学就越欺负我 是你 挡在我面前 说不准欺负他 条件竟然只是 给你们讲几道题 那时的你真的好可爱 我从来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 但认识了你们之后 我的世界好像被点亮了 我的世界好像被点亮了 我更爱笑了 你们拯救了我 我也想亲近所有的帮助你们 封鸣 你喜欢赛车 但我不让你赛车 是因为我不想你受伤 我有的时候甚至在想 如果火也会散车就好了 我们永远并肩 这样就能投射公司 人生还 岁月漫长 如果赶不上日出 错过日落余晖 请记得还有满天星辰 还有第二天 夏远欣 这是星星 去新加坡之前买的 怎么找到的 罗佳恒告诉我的 你说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还跟我说了再见 他的神情很不对劲 我现在很确定 佳恒的心脏 是星星的 你是说 星星的心脏 移植到了佳恒的体内 其实我也一直有这种感觉 这样的话 一切都说得通了 晓晓 我之前查过 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人 存活时间都不长 对不起 你说他不是要回新加坡吧 这是医生新给的药 嗯 吃了看看效果 嗯 外面有个女孩 一直在门口不走 待了好几个小时了 说要见少爷 是谁呀 余孝孝 让他走吧 就说是我说的 就说是我说的 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少爷亲口说的 他不想见你 带应熙已经跟我说了 我当初不该配合你偷偷跑去重庆 你看你把你自己搞成什么样子了 照你这么恨你还想活几年 没几年了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不是很会跟女孩子分手吗 我想让她安全的回到重庆去 你不喜欢她了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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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头再说吧 潘伯瑞 你好 美女 你好 我是潘伯瑞 你是 我是小宁 我 小宁喜欢吃薯片吗 还好 整包给你 谢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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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你还不太了解 我和骆家衡之间的事情啊 来 给你好好讲讲 我跟家衡呢 太感人了 好了好了 来来来 你爱她 她也爱你 你们却不能在一起 嗯 好了好了好了 所以 你还准备帮她吗 嗯 她这么快就答应了 的确是用了点狠招 多狠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她了吗 你干吗还问这么多 你看 她有没有让你带什么话给我 没有 有了 好像是 有一句什么她不在的日子 希望你多去看看 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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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家航 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 我们不合适 不会有结果的 一句不合适 就结束了 你不让殷熙告诉我 你动过心脏手术 是因为你知道 那就是换心手术 不然你怎么会唱那首歌 偶然听到的 我不是个傻子 不像以前一样 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家衡 你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呢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我会离开你 小小 对不起 我 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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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家衡你醒醒 那个 阿姨 阿姨对不起 我 你在重庆害佳衡晋级救世 还不够吗 你现在又追到新加坡 你就是不能看他好对不对 没有 阿姨 我 阿姨 佳衡他还没醒 您别气坏了自己 阿姨 是我的错 是我非要来见佳衡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只是在害他 他只剩下不到十年的寿命 你却在这里惦记着自己的感情 你太自私了 真的 只有不到十年了吗 病人家属在吗 医生 医生 怎么样 病人情况很不好 请在病危同罪处上签字 怎么了医生 罗太太 你先别激动 我们只是整场流程 患者是新梗 如果抢救时间太长 会导致大脑工血不足而缺氧 脑组织会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会变成植物人的 植物人 你让洪医生跟我说 洪医生出差了不在新加坡 我希望你赶快签字 不要影响我们抢救的工作 阿姨 签了吧 你们放心 我们会尽全力的 家伙 你千万不能有事 医生 怎么样 医生 抢救结束 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目前需要看 麻醉效果结束之后 病人是否能够醒过来 什么意思 如果四十八小时内 不能醒来 就会有生命危险 可能一辈子也醒不来 是 家恒 余笑笑 你给我站住 家恒 家恒我是笑笑 家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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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靠近家恒 陆阿姨 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她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不能没有她 我求求你了 阿姨 我求求你了 我保证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好不好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父亲 我不会再让你见她的 家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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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时候妈很忙 一直都是你姐姐照顾你 我没有像别的母亲一样 好好地陪着自己的孩子长大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管着你 约束着你 家恒 你不要吓吗 等你醒过来之后 你想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好吗 阿姨 事情办完了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不 我要留下来照顾她 她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好好地照顾她 您也一直都没有休息过 要是累生病了 家恒醒来之后跟谁说话呀 您就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睡醒了之后再过来 也行啊 这里有我 好 我先回去 你 如果有什么消息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阿姨您放心 来 阿姨慢走 不要说我不够兄弟啊 你最好给我起来 不要说我不够兄弟啊 你最好给我起来 进去吧 别坐这了 阿姨回家了 去吧 谢谢啊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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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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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我都留在这里 不走了 早 你知道吗 当我知道 你的身体里 是星星的心脏的时候 我甚至有一点开心 我觉得 星星好像是换了一种方式 守护在我们身边一样 可是现在 我们还要再承受一次 失去你的痛苦吗 你肯定会醒过来的 肯定会醒过来 家豪 在那有你陪伴的年龄 从一开始 你的姐姐阻止我们 到后来 你的妈妈 我的爸爸反对 从一开始 我们相遇 到后来 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误会 我们经历了太多 都是我余潇潇这辈子忘不掉的 所以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 我不会退缩的 不如爱的珍惜 家豪 我就是坐 我也要坐在你身边一辈子 你就好好躺着 你躺好 我就坐在这里 好不好 不过尽头的远方 人记得 人家 都是公主被王子守护的 怎么到了咱俩这里 变成王子被公主守护了 母官脸 喂 你不是说好要保护我的吗 你就是这样保护我的 罗家豪 我不允许你就这样一走了之 听到没有 我 骆太太 我想有些患者的信息 我有这个必要透露给您 母官脸 我想你了 您是说 家衡现在的心脏 是于孝小朋友的 是的 今天早上 洪医生已经把相关的材料 传真给我了 所以说 这对家衡的病情有什么帮助呢 难眉有一例这样的医学案例 学界至今众说纷纭 有一位患者 他在移植了宫体的心脏之后 频繁出现心梗等症状 不过当患者 跟宫体的母亲一起相处时 患者的病情 就稳定了很多 你的意思是 让于孝小陪在家衡的身边 可是家衡和于孝小在一起 情绪就会激动 这样 这会再次发作 不是这样的 从检查报告上看 骆家衡在回到新加坡之后 他的心脏状况 远远不如在重庆的时候 所以这证明 他在重庆的时候 身体状况至少是好转的 他也想过来 陈国 有 家衡 在家衡 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这首歌是你在秘密基地唱给我听的 不管这首歌 到底和星星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好想听你继续唱完它 你是 是你 怎么 你认识我 夏远欣 你好 我是夏远欣 我是你的心 在你身体里住了这么久 终于见面了 是笑笑和风鸣 他们是我记忆的最初 就闯入了我的生活 是他们带给我希望 陪伴我成长 和我一起经历了生命当中的悲欢离合 他们是我无法割舍的存在 所以 你也会跟着我一起伤心 开心 揪心 安心 可是故事总要继续 我也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好 然后 300 300 来 医生 我们已经尽力了 骆驾恒 骆驾恒你不会死的对不对 骆驾恒 骆驾恒你不要死好不好 骆驾恒 骆驾恒我求求你 骆驾恒 你不会死是不是 骆驾恒 骆驾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啊 你能替我去守护他们吗 我答应你 我会好好地照顾他们 别担心 好 我知道了 下远星要走了 你的心 永远在 骆驾 医生 医生 怎么办呢 医生 他没死医生 医生快过来 他没死医生 骆驾恒 骆驾恒 病人的情况已经很稳定了 根据最新 无细胞DNA血液检测 我们可以看到 患者的排异反应 已经大幅度锐减 相信他很快就可以醒来 但是他苏醒的原因 起码在医学层面 我们还不得而知 医生 谢谢你 太好了 谢谢你医生 谢谢 谢谢 我们也要谢谢 你们对医护工作的理解 阿姨 阿姨 罗太太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不 我要等迦恒醒过来 阿姨 等迦恒醒过来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那家椰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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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喜欢的那家椰椒饭 那一家椰椒饭 变成一颗恒星 守护海底的蜂蜜 摇摇微光与我同行 盛开在黎明 Do you rise 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海 别停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告诉我星辰大海 为了惩罚你 我决定让你每天都唱歌给我听 好啊 红色代表你 蓝色代表成风靡 白色夏远星 灰色代表我 肖肖 我想一辈子守护你 爱你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是不是故意的 趁着你刚痊愈给我来这处 是不是怕我拒绝你 走 带你回家 我愿意变成一颗狠心 守护海底的蜂蜜 Its my dream Its magic 照亮你的心 Turn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海 跌地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过来 告诉我星辰大海 你要是敢欺负笑笑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放心吧 今天我们汇聚在这里 为了于笑笑和骆家衡 一对新人的婚礼 在这神圣的时刻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 骆家衡 你愿意接受于笑笑 成为你未来的合法妻子 并承诺从今以后 永远爱她 尊敬她 至死不渝 我愿意 我愿意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话 你愿意接受骆家衡 成为你未来的合法丈夫 从今以后 始终爱她 尊敬她 至死不渝 我愿意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话 要对彼此讲 晓晓 一直说 我的生命 也许只剩下十年 我想说的是 即使我只剩下 三千六百五十天 我都要用每一天 去爱你 保护你 呵护你 照顾你 让你的每一天 都像你的名字一样 充满着微笑 于笑笑 我爱你 家衡 本来 我有好多好多好多话 想对你说 但是现在 我想对你说 我 谢谢你 谢谢你 愿意成为我的丈夫 骆家衡 我爱你 请你们彼此 交换戒指 你 多么 美丽 所以 啦啦啦 感谢你 啦啦啦 感谢你 给我 勇气 啦啦啦 感谢你 啦啦啦 感谢你 给我 动力 你们可以 亲吻对方啊 太阳帮何时 我的幸运心 天使的梦里 你 你 是我 每个 我 心 我们 结婚啦 结婚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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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希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嗯 你就说吧 神神秘秘的 这个祝福我要送给你 给我 我希望你跟风鸣 能永远在一起 要一直这么开心下去 那我可要好好努力努力了 那你可要好好表现啊 笑笑 要不我再跟你拿一束 你把它送给 今天可是佳衡的婚礼 差不多得了 别得寸坚持了 不要手捧花也可以 但我有个要求 你还提上要求了 说吧 我也要看海豚表演 什么要求嘛 好 下次我们去的时候 一定把你也带上 姐 姐 笑笑 尹夕 封鸣 不如我们一起 把眼前这些气球 都放飞了吧 好啊 走 走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告诉我星辰大海 告诉我星辰大海 每天完蛋 都会发现